世界排名第25的台湾羽球男双组合 羊肉炉 羊博涵 羽卢 羽卢静尧 日前出战法国羽球公开赛 一路以黑马之姿杀进决赛 冠军战面对世界排名第8的印度组合 蓝吉雷迪与谢霆 印度组合开赛及犀利沙球 多次突破羊肉炉防线 羊博涵 羽卢静尧 尽管试图追赶 首局仍以13比21弃手 四局杨卢配逐渐适应对手节奏 一度以19比17逆转 可惜最后印度组合连得4分 杨博涵 卢静尧落败 屈居亚军 但也写下两人在超级750系列赛的最佳成绩 也缔造了两人合拍6年以来的最好记录 我们一直坚持到最好 然后我就当然没有赢下来 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成长很多 事实上羊肉炉组合 两个月前差点准备拆伙 好在双方沟通之后又重新搭配 比赛状况也越来越好 展现绝佳默契 这个默契其实就是我们两个跟教练沟通出的战术打法 那我们平常训练的时候就一直教练一直灌输我们这个观念 那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没有做太多的想法 因为就照着平常的训练 然后相信队友 然后知道我自己的本分 他自己的本分 那大家好好的配合 那我们赢就是 对相信彼此 相信队友 相信教练 那我们就是一个团队 法国公开赛之后 杨博涵 卢静瑶及飞往德国 迎接11月2号的超级300巡回赛 尽管没有喘息的时间 但两人会心情放轻松迎接后面的赛事